台湾師傅學 到底是什麼 拜託 不要再為難我們了 好 發生什麼事情了 怎麼了 對 因為目前的 不是目前啦 之前在網路上 有一篇空服人員的淚也告白 怎麼樣 他怎麼說了 他想要跟大家說 消費者花錢買的是服務 而不是服務生的尊嚴 引起廣大的服務 對 淚推 沒錯 因為打中很多就是服務人員的心 因為大家這樣罵什麼的 對啊 空服人員他會 常常可能會遭受到一些乘客的刁難 太可怕 或者是他表面上 好… 然後就寫那個客訴信 太可怕 客訴你 會這樣子雙面人 很多… 一定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聽過很多 所以在那個第一線擋子彈 其實就是客服人員 對 他們要經歷最多消費者的情緒 還是什麼抱怨 今天他們要來吐一吐苦水囉 是的 首先問一下大學生 妳認為客服人員最需要具備什麼 樣的條件 來 應該就是要 脾氣要好吧 耐性 脾氣都要好 真的 是不是Jocelyn 對 因為其實我就是那種 很刁難的客人 對 因為我 沒有 因為我很常忘記繳 那個電話費的帳單 我每次打給台灣大哥大的客服人員 他都要我一堆個資 可是問題是那個門號是親戚的門號 就變得我還要再去查我親戚的身分證 再去報給他 我就會很生氣 那妳自己為什麼不去交險 為什麼妳不辦一個自己很好 幾歲了 這個時候顧客就會說 我是客人 我是客人 怎麼可以這樣子一直質問我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最需要 就是耐心跟脾氣 對 好 我們今天呢 我只是感到到我們的這一首 我的右手邊這邊的運氣特別重 因為他們呢是一些辛苦的客服人員 今天要來我們節目上 一起來吐他們的苦水 第一位呢 是來自寬平電視身狀客服 任職109個月的士林 歡迎妳 歡迎 可以講一下你們招牌的 就是接到電話的時候要怎麼講嗎 招牌用 台灣人在寬平電視身影服務 我覺得我有接過你電話 好熟悉喔 那聲音 聲音它就比較柔一點 聲音要放手 要比較柔 其實比較娘一點 比較娘 溫柔的感覺對不對 就比較溫柔 比較嗲一點 所以呢 你平常聲音是 就這樣 就這樣 差不多 為了這個去動聲 那第二位 第二位來自道路維修跟機場 接送的客服喔 歡迎 歡迎 機場接送服 中心0號 必須聊得很高興為您服務 欸 這種就這種客服 太客服了 好客服喔 客服 好 等一下跟我們聊你們的心酸 接下來這一位呢 應該是非常非常心酸 因為本身是計程車的客服 一定接過很多電話 真的 Sherry 歡迎你 接喜電話 請問哪裡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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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比較自然一點點 真的 但是親切 口語化 接下來是手機維修客服的立安 歡迎妳 因為我們這比較特別 我們不是就是 我們不是講電話 妳們是面對面 對 我們是面對面 那需要怎麼樣跟他們講話嗎 好開心喔 就主要是 一開始會說妳需要什麼服務嗎 就是問他手機是出了什麼問題 先幫他能不能做初步的排除 面對面的時候講話就好像不需要 就不要太太 聲音就不用高八度了 對 好 歡迎妳喔 最後一位 小豬 連鎖餐飲客服的小豬歡迎妳 總一堆子你好 請問有什麼可以為妳服務 好聽耶 是 但是要問一下五位 你們在接到這種電話 或是說見到面的時候 你們最怕客人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服務這麼爛 然後東西又那麼爛 這樣的話一定可能如果收錢 你們要不要臉 這麼嚴重的話語 對啊 問到要不要臉 就他就說你們的服務真的很爛 然後是時常斷線 然後電視又讓我不能看 你們這樣收錢真的是很過分 就會一直三字經啊 國罵都會一直罵 可是我真的最近 家裡的網路好容易斷了 你們會這樣 那應該是用我們家的吧 那通常遇到這種狀況怎麼辦 如果說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會先試著安撫他的情緒 就是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關於你的問題 我們已經陸續有在做了解了 可能麻煩您就是再稍後一下 我們會盡快為您服務 目前工程人員都有在處理了 對啊 他前面有擺一個那個對不對 交戰手冊 交戰手冊對不對 就是公司都像我們這麼講 會不會電話掛掉就罵三字經 就會算間白眼 你不能罵出來 因為你們都有在錄音對不對 對 可是有時候 如果說真的很怒的話 就會不狂罵髒話 還是有一些情緒在 對 還是會有情緒在 只是不會展現給客戶看而已 很專業 那瑞妮妳最怕碰到 客人第一句話講什麼 有人一打來就說 為什麼 我上次打來都說可以 上次那小姐說可以啊 然後我就問她說 上次的小姐妳記得是誰嗎 她說不記得 我說那麻煩妳提供資料查一下 每次查都是空的 根本沒有記錄 瞎講 對 瞎講 瞎呼嚨你 上次明明可以啊 她就為了這次要可以 學起來了 就像我們常常也是去一些店 就說老闆好久不見啊 妳這個東西最好吃了 老闆說妳也沒來過 她藝人會有說會遇到這個問題 沒錯 我們想要跟人家好來好去嘛 我們是想要住朋友嘛 對啊 Sherry的計程車客服 她有聽到什麼 他們都會說什麼 叫你們主管打給我 叫你們主管打給我 是不是因為他們的車長 常常被人家坐走 對 有時候很尷尬的是 因為駕駛他在確認乘客的時候 有時候他其實就會說 請問是王小姐叫車嗎這樣子 然後他可能就會 那個乘客就會直接說 是 我是 他可能已經搭到別人預約的車子了 就會造成一個很尷尬的現象 然後客人就會生氣 所以是那個搭錯車的人說謊嗎 他明明就不信謊 他就硬有車來的信賞 對 他有來 對啊 他就上去了 然後就會打電話進來鬧這樣 那叫你們主管打給他要幹嘛 就是他想要就是 就會講說 那這樣是要怎麼賠償我 我可能很急的要去桃園機場 很急的要去哪裡這樣子 莉愛妳怕人家跟你說什麼 因為客人他就是來 他們會講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他們就是會說 你們手機怎麼那麼爛 然後怎麼摔一下就壞了 他們就說泡一下水不就壞了這樣子 泡一下水不就壞了這樣子 泡一下車會啊 他們不知道他們就會覺得說 因為有些假如說手機是防水 可是並不代表他可以泡水 小豬 最怕就是他們會講說 其實我也不是想抱怨 我也不是想要當奧客 可是通常聽到這個 他們繼續就會雞力刮 就會講非常久 妳一直抱怨 對 通常是這樣 殺完人以後第一句話 不好意思 直接反應會這樣 所以這個也要問大家 因為這個你們成為客服人員之後 跟你們一開始 之前設定的那個想像有落差嗎 全部打圈叉 全部都打圈 只有立案是打圈 是的 士林 士林的圈 為什麼 因為之前都以為說 客服人應該要漂亮亮亮的 就是吹冷氣 就打扮得好好看的 就可以去 就是只要講話就好了 就其實就會很簡單 就去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很邋遢 就可能有時候穿那種居家服 可能穿一個縮鞋就去帳班了 就譬如說我們可能在貼痘痘貼 或者剪腳趾 就剪手指甲 客服其實也聽不太出來 我們有時候還會吃飯 然後客服也聽不懂 怎麼可能邊吃東西邊講話 不會被發現 我們都會訓練得很好 就可能就 他講話就是 譬如他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就按靜音然後 就這種狂妖 然後就是他要講 那其實你們可以做很多東西 你們還可以練才藝 你就按靜音 然後自己在那邊丟三天 丟齒鈴 不會練BBOX 在球上面這樣 真的 大家都不知道 可以練BBOX BBOXOK 因為那些會回來會在喘怎麼辦 很明顯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不知道那一面其實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玩手機裡面 也不太清楚 逛網拍 對 它其實可以很不專音 聲音聽起來很誠懇就好 對不對 Renny呢 跟妳想像不一樣的地方 我一開始想說客服 就在那邊等電話接 有電話就接沒電話沒事錯了 電話量超大 我每次上班我大概要講 百通電話 一天都要百通什麼 對 就是百通 絕對是百通 那如果萬一就是 重感冒燒蝦怎麼辦 我通常都會帶喉糖 我公司有這麼大罐的喉糖 然後我也是都喊著吃 就是喊著他們也聽不太出來 那有沒有過 以為按到基因 可是其實沒按到 沒有 這個沒有 可是我有按成給他聽垃圾車 就是那個請稍候一下 對…就那個 對 應該氣死了吧 你沒聽我說話是嗎 真的 Cherry呢 就是當客服之後覺得 客服真的很偉大 就是要吸收所有負面的情緒 當然我一開始就是 自己不是的時候 打電話進去也是會 就是不禮貌 對 將心比心 對 真的 小竹跟妳想像哪裡不一樣 就是一開始我以為就是客服 就是自視化的回答 就會覺得好像他們很死腦筋 你只要問一個問題 他就自視化回答一個問題 後來發現就是要頭腦要動得超快 因為客人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遇過最荒謬的問題嗎 就是可能跟我們完全無相關 就是可能我們是買飲食的 可是他卻可以問我說 中華電信在哪裡這樣 我問你們周邊看有沒有 他們想要去的地方 真的太強人所難了 真的 對啊 他們今天有很多心酸 首先第一個要來講心酸 是我們士林 你要說的是 說話 誰說說話很簡單 客服話術很重要 說話的技術很重要 請說 其實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客服講話 其實就是只要講講電話就好了 也不用什麼負擔什麼 其實我們就是術語的話很重要 客服只要進線只要5秒 我們就要知道說 客服今天要問的是什麼問題 就要試著去解決他的問題 那萬一客戶結巴怎麼辦 喂… 對啊 揹手打電話 手慘 我… 揹… 怎麼辦 說客戶結巴嗎 對 已經15秒了 還不知道他要問什麼 就 他也要幹嘛 就吃飯就好 很會把握時間 對啊 就是 就是煩他們結巴我就吃飯 可是5秒要用哪些話語來判斷 他到底需要什麼 就問他說 你今天遇到什麼問題了 然後他就說 如果他有時候 客戶如果說長太長 我就說 所以您今天是電視不能看 還是網路不能用呢 直接再問他 不會講重點 不會講重點 可是就是會完整的說 請問像你今天是電視 還是網路有問題呢 不是 你先聽我講嘛 他就真罵 然後再繼續繼續講 有遇到這種的嗎 很多重點人都這樣 就多少會 通常是媽媽跟 就是媽媽通常都會這樣 那可不可以用 很溫柔很甜的聲音說 可不可以講重點這樣可以嗎 不可以 不行吧 你說我大概了解您的狀況了 可是您的問題我還是沒有清楚耶 就是會拿一點跟他講 還是OK的 語調上面也要注意 是 好 但是大家有沒有 在打給客服的時候 你覺得客服講話的態度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的 有這樣狀況嗎 海產 海產 對 我有一次是遇到我真的是生氣 因為我平常不會生氣 有一次我是要出國要辦漫遊 因為漫遊其實很麻煩 因為台灣沒有開通 你要再打電話先去開通漫遊 然後要一個一個設定 然後我就聽他講 我就喔 我就一步一步講 我就聽他喔… 然後我就等了一下 然後我說 所以我下飛機之後 開起來就可以上網了嗎 他就… 他就… 還笑了兩個 客服人員不好當 操勞過度競變成雙面人 看到有比較 聽態度不好的客服人 我們要怎麼樣跟他反應 今天我們做客服 我們都會知道 他們其實都忙了一整天 所以客服早上打氣的時候 他們會態度比較好 比較耐心嗎 就我早上跟下午聲音就不一樣了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嗎 就早上是很好 然後下午就是 對 太強了 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一棒遊戲舞台 中國好聲音4 迫使上最高收視肯定 全球華人都在看 9月12日晚上8點 中天綜合台 全排首播 然後我說 所以我下飛機之後 開起來就可以上網了嗎 他就… 不然咧 還笑了兩個 不然咧 好像我剛剛問的是白癡一樣 就大家喝那兩個 可能是很無意的就是講出來 不然咧 我說好…我知道了 我還有點就是嚇到 可是我過來說是 其實他剛剛講這樣好不爽 還是你前面在講話說 可能按靜音再看笑話大全 對啊 還是你事先有跟他講說你是海產 我沒有跟他講 他認出你 有可能… 有可能他認出你的聲音 對 這樣我們就原諒他 難免是不是 對不對 Dolly你要說 我之前就是 因為韓國之前有一個疾病 就MERS 我那時候本來要出國 結果我就打電話去跟他講說 我要取消出國這件事情 結果他就 我說 喂 你好 我要取消 就是我韓國有訂機票的事 因為有那個流行疾病 結果他就超不爽的 他就說什麼 你現在跟我講你要取消 你的飯店都已經訂好了 你現在跟我講你要取消 我說好 沒關係 那不然我請我媽來講好了 我就 然後我就說 喂 你好 你一人奔事兩腳 對 然後他瞬間變態度超好的 真的 因為妳原本的聲音聽起來太像小孩 對 他就有一點不太 我以前有遇過這個問題 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三峽的家裡 一定要叫那個整桶的瓦斯 才可以洗澡或者是煮菜 他沒有天然的那種瓦斯 對 然後我就 我每次打電話去叫瓦斯 沒有一次瓦斯有來 都送很小瓶的來 沒有 他都覺得是想要拍打電話來 覺得來鬧的 對 都沒有一次送來 所以後來我就是會 像妳一樣裝得兇一點 對 然後他們就可以退了 真的會 妳會怎麼樣叫瓦斯呢 怎麼兇 有一點 猜猜有一點五百老師的感覺 兩筒 白菊要兩筒 因為 阿賴 漂亮 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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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一連三這樣子嗎 沒有 因為我們家住三峽的白雞山 所以說白雞要兩筒 然後會講弟子什麼的 所以問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來賓們 你們覺得同學講哪些這個 狀況是你們客服人員的大忌 有嗎 哪些是你們覺得 真的不能這樣子 這個不能 客服不能講 就是講話不能太過於口語化 像剛剛海產說那個阿不然咧 阿不然咧 是可以的嗎 那個真的不行對不對 所以他不能講什麼 所以他一定會說 不能說 不能說 真的耶 他好專業喔 對 所以不能說 這樣喔 不能 就不能說 一定要說是 不能在口語 你稱讚別人也不能說 阿不就好棒棒 這個絕對不行對不對 對 當然不能因為客服這樣講 對 那你會不會有職業病 打電話給女朋友說 你好 了解 對 就是可能有時候接媽媽的電話 就是 不管接陌生人電話 就不知道是誰就 喂 你好 就太習慣性這樣講話 電話在頭聽到媽媽在吐我聲音 對啊 那其他人有沒有哪些小豬 就是不管如果說 顧客就算他講的是錯的 但是你還是會說 好 您的建議就是我們會試著去修改 就是如果他講的是錯 我們也不可以馬上糾正他說 不對 你這樣子是不對的 我們不是這樣子的 那有沒有 因為沒有用過公司規定的話語 回應客戶 而被客戶投訴 被客戶過嗎 我覺得是比較誇張 就是其實 因為我們的公司 其實是英文名稱會 大家比較知道是什麼 但是 當我們都是接電話會講說 童伊 多拿子你好 但是有一次我就不小心就說 Mr.多拿你好 結果客人就說 你講什麼英文啊 你為什麼要講英文 這裡是台灣 所以問一下各位 就是說如果真的 我們今天同學講的這種 碰到比較 態度不好的客服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跟他反應 其實 因為他們也都忙一整天 其實我們做客服啊 我們都會知道 他們其實都忙一整天 所以他們態度其實 可能多少會跟一早上接他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你跟客服 就在客服講電話的時候 你就是 所以客服早上打去的時候 他們會態度比較好 比較耐心 我早上跟下午聲音就不一樣 下午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嗎 早上是 你好 下午就是 嗯 對 我剛剛不是跟妳說過了嗎 對 太難了 太難了 這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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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們早上 因為我們服務的話 都是比較 就因為白天 所以白天的話就是 比較都是那種阿公阿嬤 或者說中年婦女以後的 對 然後所以就是說你講話這樣 他們其實比較沒有關係 可是就是說 我剛才不是跟妳說過就在那裡 就這樣講 這樣他們才比較會通進去 可以稍微口語化一點 是不是 好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心酸是 Raini Raini 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有求必應 別把我們當萬事通 什麼說 是不是 就是 因為很多可能會覺得 花錢就是老大 好像就是 我現在就是打電話去客服 你就一定要幫我解決 但其實我們 客服人員不是說 一定能達到妳的要求 我們的 就是我們能做的也是有限的 妳們是有權限的嗎 對 我們有權限 不是說妳要那樣子 但如果那不是 就不符合規定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 就算我想幫妳也沒有辦法的 例如會要求要求 就是我只是 因為我是坐機場接送 然後我們是跟各家的信用卡 銀行信用卡有配合 然後像比較高等的卡有 我們就有派賓士車 可以去接送它 對 然後有客戶一打就說 喂 有賓士車嗎 沒有 那不要了 對 他指定要做 對 他就指定要賓士車 不然就是 甚至是一般卡的客戶 他們根本沒有 坐賓士車的權利 我們也沒有那個權利去幫他 吊賓士車 對 他就打電話說 那我加錢嗎 我加錢給你好不好 可是我們沒有那個權限 就算我覺得你加錢 可是我還是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他們覺得為什麼你不幫我 我就已經跟你講 你一定要幫我完成 所以大學生有曾經為難過克服過嗎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應該會贏 多多少少 亞莎 對 像我這樣子是買一樣東西 然後它就是上網站上面就有寫說 要等2到3個禮拜 但是我等了好像超過 我好像等5個禮拜 反正我記得我等很久 然後送來了之後 我用了兩天它就壞了 然後是裡面東西壞掉 然後所以不是我人為的問題 我就打電話去克服 然後我就說 那請問我這樣可以換嗎 他說可以 還在建賞期內當然可以換 然後我就說 那請問流程是什麼 他說我必須把東西包裝好 然後呢他們會派物流來收 收回去送到他們的總部之後 他們會檢查確定那個東西 問題之後 再派一個新的回來給我 我說那這樣要花多久時間 他說大概1到2個禮拜 我就很氣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等這麼久了 我就說我沒有辦法等這麼久 我說你這樣子 我已經等5個禮拜了 妳還要讓我等這麼久 我說有沒有其他方法 然後那小姐就說 那不然還是我們送回來 等我們確認收到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再幫妳說 我說那這樣要多久 他說這樣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一個禮拜還是很久 我就很不開心 我就說我覺得我還是沒有辦法等 我就說你們這樣處理態度很爛 然後他就說還是妳要退錢 我說我不要退錢 我就是要這個東西 然後知道 因為我覺得很生氣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是真的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那當下我就覺得我 真的是情緒不行 對 之後後來那小姐就說 好 那我們確定物流收到妳的東西之後 我們這裡立刻就幫妳發貨 我說那這樣要多久 他說三天 我說好 可以 所以他們其實是三天可以達到的 可是就是 可能已經違反他們自己本身 對…可是那個小姐 她就願意幫我處理 其實她這樣算是她相信我這樣 她 這個東西是 她可能沒寄回去 她還沒收到 對 可是後來有收回去 對啊 就是要很好 前陣子我手機是送修 然後送回原廠 然後那個客服說 你要等一到三週 然後我大概等到第八天 我就覺得很不耐煩 我打算給她說 我的手機好了沒 她說妳的還沒好 可是像妳這種客戶 有電話來催促的話 我們會把妳的那個牌鍵 排前面一點 然後我就講說好 那如果我目前再打 我如果再打的話 那可以再往前一下 她說有可能可以 然後於是我每天都 大概沒養 沒養小我一直打… 一直打… 討厭兩個小時打一次 對 然後我大概到第十二天 她就來了 真的很快 因為 因為他們也怕煩 妳好討厭 對 那的話我也要跟你講這一段話 對啊 是不是 好 來 那Dora妳要講什麼 我是 因為我跟海豚 在麥當勞的工作 是比較要接客人電話什麼 所以我們是 不用啊 她不用啊 她就是要馬尾 好啦 我們要接電話 我啦 男大生體驗克服人員 卻被阿堅夢刁難 同學體驗一下 當客人有多事 好 好不好 喂 新聞畢竟好 要去為您服務 我跟你們買那個手機 不能開機耶 會不會是你沒有充電呢 我聽起來像白癡嗎 我當然有充電啊 還是你帶一張電話卡 現在我還要帶你們的手機 加上我還自己帶電話卡 電話還不好找 太奇怪了吧 不然我幫你轉接我們的經歷好了 喂 我是遇過有一個客人是 他叫外送 可是不是我們店送的 就他根本不是跟我們店叫外送 他打來就很生氣的說 你們外送就是少了什麼… 然後…結果我們就看 因為都看得到是送到哪裡 然後我們就說 那個是另外一間 我們馬上幫你轉到那邊這樣 他不要 他就說不要啊 我就要你們負責 然後就是直接跟我們一直爐 歇斯底里 大概跟我聊了半個小時 然後我們到後來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們就只好就是 由我們店去送那個 他漏的東西 就吃下來了 就只能都好 沒辦法 對啊 還是幫他完成 所以姚未亞我們這邊來賓 有碰過像這種 比較惡質的客人嗎 什麼樣的情況 像我們的客人的話就是 以前就是有很多東西 就是越沒有他們就越想要 因為我們東西都是 就是每天現做 然後一定是下面包店一樣 就是賣完就沒了 可是客人就會硬要說 我現在就是要這個東西 門馬上幫我伸出來 會這樣 妳不讓我開心 我也不會讓妳爽快 對 好 就是我們是也是跟 都是銀行配合的 道路救援脫掉 然後就有某家銀行 他就規定說 客戶本人一定要在他故障車現場 並且他要現場出示他的信用卡 確認他是持卡人本人 他才可以享有免費 如果他的卡片沒有帶 沒有辦法確認 就算你有證件也不行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卡有 所以就是 只有那家銀行比較硬性規定 有一次有個客戶他就 就是他就說我沒帶卡 我就說那不好意思先生 方不方便是先 就是有拿到卡片您再來電 我會立即請司機過去 他說 他就說那我跟你回家地址 你叫司機先去我家拿 司機要沒有你家鑰匙 蛤 可是因為他車已經拋錨了 又被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 或者是我們會說 會不會請就是家人要送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公司的規定 是那一家銀行這樣規定 好 OK 今天這個 其實我們要模擬一下那個 大家讓同學體驗一下 當客戶人有多辛苦好不好 其實 海產以前也當過客戶人 有經驗 好不好 好 我來跟妳模擬一下 好 沒問題 今天假如說是 手機客戶人員好 好 我手機壞掉還是 什麼 OK 左手拿起來 耳麥 耳麥 打電話給你了 喂 先生畢竟很高興為您服務 喂… 你好 先生什麼事嗎 我跟你們買那個手機 不能開機 不能開機 你先不要急 不要慌 我超慌的 因為我現在就是要用這個手機 你現在就要用是不是 對啊 我現在 阿嬤你現在重開機一次 不是 我就不能開機 我是不能開機 你到底聽不聽得懂 不… 我是不能開機 我不是開機完了以後又 會不會是你沒有充電呢 蛤 你試試看把充電接上手機 我聽起來像白癡嗎 我當然有充電啊 那有沒有可能是你們家 沒有腳墊被被斷電呢 這不可能 你現在在羞辱我對不對 你怎麼講話這個客服 怎麼講話這樣子 我腳墊 就是你的手機問題 我們的手機 到底什麼問題 為什麼多開機 我派工作人員去幫你們 收件好不好 誰 我派工作人員去 就是我們的維修部的工作人員 會去跟你們收件 取件 我不行 我等一下要出門 等一下出門 不然 什麼 那我帶一張電話卡 電話卡 我要用買你們的手機 就是因為我不想帶電話卡 現在我還要帶你們的手機 加上我還要自己帶電話卡 我還不好找 太奇怪了吧 你的問題我已經向上禀報了 你趕快幫我解決這個事情 我手機給你們買的啊 不然我幫你轉接我們經歷好了 喂 我說海產啊 你這樣解決不了問題就搬出經理 那公司請你有什麼用呢 我們還是請專業的來講解 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吧 這不行吧 我覺得這很不合格 這邊要有真正的這個手機 客服人員 立安是不是 這樣可以 這完全不行吧 他應該是要試著幫他做排除 看 可是其實因為我們到現場是 就是要幫客人看手機的狀況 我可能會先試著幫他看 手機能不能充電 因為如果不能開機還蠻多情況 有可能是USB孔壞掉 那麼有可能是主機板壞掉 所以我們要先做初步的看說 是USB孔壞掉還是什麼狀況 天哥今天是客人他去的話 腦袋 怎麼樣講 我手機不能開機 怎麼會這樣 先生我先幫你看一下 手機能不能充電 假如說手機依然不能充電 我們還是要幫你做送修的東西 不 我剛剛已經充過了 充啊 有充啊 你有帶你的線過來嗎 我的線 我沒有帶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 就是這邊的線幫你充充看看 是不是有可能是你的線壞掉了 奇怪 我就是跟妳講我有充啊 對啊 因為我們這邊有儀器可以看看說 你手機過電量好不好 OK 假如萬一充電 結果還是沒有 結果還是不能開機那怎麼辦 她們兩隻喜歡她 就可能還是要幫妳做送修的動作 還是要送修 對 因為我們畢竟也不是工作人員 工程師 我們還是要幫妳做送修 讓工程師做檢查才知道 這樣就對了 知道要等多久 我們 我們大概是三到七個工作天左右 那假如說 這樣等太久了啦 因為我 好 不然妳等一下陪我吃個飯好了 對 對 她真的好 她搭訕了 不是 但厲害是這麼多人拿手機去 其實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妳覺得不合理的要求 客人 就是他們手機要做備份送修的話 他們會備份手機裡面資料 其實還蠻多客人會來 想要來請我們備份 照片裡面就會有很多不雅的照片 譬如說妳看過哪一類型的呢 有多不雅 就是他們可能會下載很多A片 影片跟 下載喔 對 他們想要換到另外一支手機 他們希望把那些東西留下來 對 他們會害羞嗎 說怕妳看到 因為其實不會 他們才會就是檢查說 我們有沒有幫他備份好 Cherry妳是不是有一次 也遇到過分的要求 就是有一個那個 就是外商公司都會打電話進來 也許是幫那個客戶照車 然後結果叫到車之後 他就很生氣 應該是他的祕書 打電話進來客訴說 小姐 不好意思 請問剛剛來接 那個我們外賓的那位駕駛 他是貴姓 然後我們就說 不好意思 這邊可能不方便提供駕駛的姓名 除非駕駛自己願意 就是跟您說 或者是你在車子上 自己有做紀錄這樣子 這邊只能提供對邊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因為剛剛來接那個那位 就是外賓的駕駛長很醜 因為長相被抱怨 長太醜 對 這怎麼辦 我們就說 這是哪一方面的 哪一方面的 就會跟他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所有的駕駛 我們客服也只能幫您做協助拍車的動作 那我們確實是不能去選擇到哪一位駕駛 必須去 必須去 就是 接待客戶 接待你的車子這樣子 但是這要問各位 就是在客服這個崗位上面 有沒有真的有時候受不了 或是自己看過自己的同事 有崩潰的情況出現 我有一次被罵 真的被罵哭 就是 因為司機當時已經說 他可能會遲到60分鐘 我是脫掉的 然後因為颱風天又下雨 有點塞車 然後那時候有跟 現在跟客戶提醒說 我們司機會盡量趕 但是還不確定多久到 他有幫他確認是60分鐘 我就說不好意思 那我們司機大概在60分鐘以內 隨時會抵達幫您服務 再麻煩稍後一下 他就說 還有你們這個什麼爛服務啊 搗一搗算啊 還有妳 跟我去死一死 然後裹罵就開始 我覺得我還要忍住 我其實有點鼻酸了 然後我說 現在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會請司機盡量 現在趕過去妳那邊 我現在立刻跟司機做聯絡 不要說那麼多了 搞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那樣服務 在門拖著還要等那麼久 就狂嘛 對 我後來一掛電話就大哭 妳還有憋到掛電話才哭 對 就是一定要忍住 然後一掛就開始就趴在那邊 不能之後就開始用哭腔跟他講話嗎 妳要專業 不行 用苦肉劑是其實 苦肉劑是不是有用會 就是要表現很難 先生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會請司機盡量趕 真的不好意思 讓妳久等這麼久 所以規定不能用苦肉劑喔 就是我只能用很為難 很耐的聲音去感染 可是我不能哭出來 好辛苦喔 士林有嗎 就是曾經啊 也是因為有個客戶她沒有繳錢 一個女生她就沒有繳錢 然後我們就跟她說因為妳沒有繳錢 所以我們公司已經先降臨斷訓了 那妳這邊復訓她說需要 付一筆裝機費 那大概金錢大概1500塊左右 然後就是說跟她講 可是她就是非常暴怒 就一直說可不可以見面 我就說沒有辦法 真的很抱歉沒有辦法見面 然後她就說什麼 妳怎麼講話那麼娘啊 真的娘娘槍 反而攻擊妳 對 然後還說什麼 妳媽媽有 有沒有 男大聲客訴提款卡領不到錢 客服盡放大絕飯機 有一次然後就是我媽媽出國 然後她就留一張提款卡給我 然後有一次去提的時候 然後我就插進去 然後就她說我帳號被解凍這樣 就是凍結 凍結 凍結 那凍結然後我就打電話去 然後她說 那妳去插插看可不可以領 我說可是我已經插過 就是不能領這樣 她說喔 那 然後就直接掛掉 為什麼妳 反正她第一天上班 記得第一通電話 有點超浪 對啦 她有點錯 然後就說什麼 妳怎麼講話那麼娘啊 真的娘娘槍 反而攻擊妳 對 然後還說什麼 有沒有 她說妳一個大男人 講話這麼娘 妳的雞雞 妳先去看有沒有 妳還在不在 那妳要怎麼回答 有 我現在在看 在 她雖然比較 對 不雄偉 就是剛剛好說 不好意思 因為妳這樣 已經涉及人身攻擊了 這邊我們電話線上 都是有錄音的 如果說您在質疑如此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對您 採取相關的法律途徑 對 專業的 好意思嗎 罵的時候要告別人 對啊 可是就是 可是其實最難過不是客人罵我 因為罵我其實覺得就還好 可是這種事主管就從後面默默走過來 就跟妳說 妳為什麼剛剛跟客戶講這個 妳當客服就是要被罵 妳做這份工作 本來就應該要有所體認 而不是抱怨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生氣 我就摔耳機 我說什麼 我是來當客服 我不是來當狗的 我不是來被妳訓誡的 真的 我說我自己捍衛自己的權益 然後主管就是說 好 就馬上道歉 主管把他還可以道歉 就主管你就會覺得 他說那我剛剛調約陰檔 那確實客戶 這端確實是有 就是污辱妳的地方 對啊 那就是主管這邊 就是有罵妳的地方 先跟妳說聲抱歉 他有道歉 就至少就有所安慰 怎麼好像很多台灣的這個主管們 然後不太替自己的員工想 應該要最挺自己的員工才對啊 是不是 滿辛苦 但是面對這個壓力的時候 妳們是怎麼調適 還是說這種壓力只好把他帶回家 還是整個樹洞用喊的還是 我 因為我就很愛唱歌 所以我回家 我就唱到家人都覺得很吵 就是我就是會開KBUS 然後狂唱 抒壓方式 而且我覺得我家從公司 走路大概40分鐘 我也是下班的補償 我就走回家 接下來第三位 辛酸代表 客人總是雞同樣講 怎麼講都聽不懂 就是客人在叫車的時候 不管是什麼時候 其實大部分進線都是為了 就是需要計程車去一個地方 有可能是看電影 或者是去坐飛機很急的時候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 有時候他們真的住在很偏遠的地方 比如說像是林口 北投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就真的比較尷尬 比如說如果飛上班時間 或者是飛一般用車的時間 真的很難有駕駛大哥願意過去 空車過去接你到你要的目的地 對 所以我們就會不厭其煩的 他進線 我們就跟他解釋一次 真的很不好意思 附近沒有空車 那我們這邊在線上 幫你搜尋車子好嗎 不好意思 是不停 他會不停的進線 直到他覺得說他願意放棄了 或是說我們真的 就是他可能某一次進線 然後又就會說 這邊真的幫你找到一台車子了 剛好是那附近的駕駛成績任務這樣 請問一下我們的同學們 有沒有這樣子 就是你跟客服講 然後他覺得說 怎麼講他都聽不懂這種經驗 還慘 我這遇到真的是天兵客服 前陣子我收到簡訊說 我訂的那個i6 Plus到貨了 因為那時候很夯 我打電話去確認到底到貨了沒有 我就打電話 我就說 就像你們i6 Plus我收到簡訊了 i6 Plus是不是到了 然後他就說我幫你查一下 我們目前i6 Plus都沒有現貨 我說可是我收到簡訊了 他就跟我說 可是查過的確是沒有 我想說好 沒有貨這也不是他錯 我說那你們i6總有了吧 那我不要Plus 我i6有了吧 他說i6現在查也都沒有貨 我說那你們現在有什麼 我就有點煩 怎麼可能都沒有 我還是要簡訊 我說你有什麼 他說我們有6家 我說 所以我說所以你們有Plus囉 所以你們確定有Plus對不對 他說沒有 我們Plus的確是沒有貨 我們現貨只有一隻銀色的6家 你有需要 我說所以到底是有沒有Plus 他說我們只有6家 我說好 我不買了 我就覺得 對 他搞不懂 我想Plus 他聽不懂 這是真的事情 你發音的問題 不是 我就說我要Plus Plus 對 Plus 你是i6 Plus 他平常講Plus Plus 64句 其實你是要講Plus 對 太急了啦 Plus Plus 你i6 Plus有夠嗎 所以可是你發音不太標準 他可能聽不太好 我的錯 對不對 怎麼 維妮 就是我小時候然後有一次 然後就是我媽媽出國 他就留一張提款卡給我 他說你沒有錢就會提 有一次去提的時候 沒有 就是差不多幾千塊這樣 我就要過很久 我就插進去 他說我帳號被解凍這樣 就被解凍了 解凍結 媽媽 解凍是水吧 解凍 解凍 解凍就是可以領的意思 解凍就是不能領 就要等他退 就是凍結 凍結 凍結 我就打電話去 他說 他說 喔 然後我就說 我的帳號被凍結了 他說 那你去插插看可不可以領 我說可是我已經插過 就是不能領這樣子 他說 喔 他不會處理 他就逃避 他就正正逃避 然後就說 你幫我處理 感謝你的來電 然後就掛掉了 這帳好 我就當下不知所措 只好跟朋友借一點 先擋著用 可能他第一天上班記得第一通電話 有點超大 對啦 他有點挫 這要問各位 就是說如果說一個案子 你們如果處理太久的話 也不行 會被罵嗎 會 因為公司都會規定 規定時間多久 規定時間的話大概就是說 通話時間大概兩分鐘內 要把客戶的問題全部解決 然後電話結束後要一分鐘 一分半內就要把客戶所有問題 就算他講在講都要把它被註下來 如果說你可能沒有做到的話 就是公司就會可能會開福 但你就是要 就是說可能這要再教育 對 你就可能就要再上課什麼樣 對 然後就會控你的績效 對 壓力好大 小豬 其實就是我主管 就直接坐在我後面 所以我講話只要超過五分鐘 可能他就會走過來一些 你就算還在講話 他也可能會看你 想說怎麼了 就是這個案件是比較難處理 所以就算逛了電話 他可能就會再多問說 這個案件就是是怎麼了 為什麼要這麼久 跟你們壓力 想要尿尿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是 我們沒有說一定規定要多久 但是你 就是我們上面的植機系統 他都會顯示 譬如說你現在要想要去廁所 你就要把你的狀態調成休息 然後他會記你幾分幾秒 就是從你離開的位置到去完廁所回來 按開始可以接電話 他上面都會記錄 各位如果自己碰到服務態度不好的客服的話 你們自己身為客服人員 你們的反應會是什麼 對 妳們會幫他們上課嗎 還是妳們會怎麼跟他們講 其實會 就是當客服人員以後會更注重 就會覺得說 你的態度怎麼會這樣 你應該會更好這樣 所以妳剛剛講說 其實我也是個客服人員 妳這樣不行 也不會 我可能會 就是委婉的跟他說 你們這樣子服務的流程是對的嗎 對 他們就會覺得 他好像懂我一點東西 士林妳怎麼處理 就是會說 直接問他嗎 你可以這樣問 還是說你 就是還是說 你們公司的教育訓練 是怎麼樣的卑劣 對 就是會這樣跟他講 對方的反應會更氣吧 就他會 就他會愣住一下說 還是需要我教你怎麼樣的話術呢 就會稍微試 我是專家我來教你 示範給他看一下 還滿酷的 今天大家也聽了滿多的 但是 其實這個亞莎 因為一開始就有講到了吧 對不對 因為你常常有時候客訴別人 現在反過來 你要體會一下他們的心情 客服人員 客服人員 你就是客服人員 那納豆你就是一個 是 愛吵 愛納 就是平…就是納豆啦 好 我自己來 你都演自己啦 這次很客氣的OK 愛那麼久 還樂 還 就是一個 愛跟人家瞎聊那種客人 你該怎麼對付他 對 好不好 我是計程車客服喔 Action 什麼處理呢 喂 大女生車隊你好 請問哪裡上車 我家 面對納豆無理的刁難 亞莎會如何應對呢 大女生車隊你好 請問哪裡上車 請問地址是 我家 我家在東區這一帶啊 所以是台北市嗎 小姐妳聲音還滿好聽的 謝謝 請問是台北市上車嗎 對 東區就台北市的東區 有詳細的地址嗎 或是附近的地標 怎麼辦… 所以是潛櫃嗎 對 對 敦南潛櫃 搜狗 搜狗 搜狗潛櫃 我們等一下要去搜狗潛櫃 所以一台車是嗎 一台車 好 六分鐘後到 我還沒跟妳有畢子聊 對 妳還不知道是哪裡 妳是不是跟那個謝忻 來 妳有什麼事 妳是不是跟那個謝忻 妳有什麼事 妳是不是跟那個謝忻 婆娘心態 對啊 我有派車到搜狗潛� 可是問題是 不是要從我家去搜狗潛� 她家到搜狗潛� 可是問題是 不是要從我家去搜狗潛櫃 她家到搜狗潛櫃 妳到底有沒有拚懂 而且不知道車號什麼 妳也沒講 對啊 遇到這種有點 可能她有點酒醉 然後又亥聊 那怎麼辦 就是她打電話進來 如果就是一直在這邊講說 就是她有時候會跟你聊天 就說什麼我在哪裡哪裡 然後一直不講重點 然後像我們 好 那沒關係 那現在一樣那都打電話 好 好 喂 喂 您好 先生您好 請問哪裡搭車 就是日本料理店 是 請問您在哪裡呢 哪一個縣市 台北啊 台北市 是 您在哪一個路段呢 我不知道啊 旁邊有Seven 旁邊的Seven 好 你可以幫我問一下店員 您在Seven的哪一間門市嗎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今天包場 我們比較晚 店員都走了啊 是 Seven的店員會走喔 真的不是24小時了嗎 不是Seven 不是餐廳的店員 是Seven店員 不是 因為先生您剛剛說 您在Seven 你只要跟我說您在哪一個 店家的分店 我們可以找到您在哪裡 對 可是我看一下 沒有人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就這樣子 我跟你講你聽清楚… 我現在就是 吃日本料理吃完之後 我們要續托 他們 我那些朋友 他們已經先去了 剩我還沒到 所以你趕快派車過來接我好嗎 是 可是您必須跟我說 您在哪裡 我要怎麼幫您帶車呢 我覺得Seven 一個裝修的Seven旁邊 是 請問附近還有什麼詳細的地標嗎 Seven 誰對面有個全家 是 是 還是說你可以幫我問一下 全家的店員 您在哪一間門市呢 全家 我全家看一下 全家今天沒開耶 沒有 我說納豆啊 一般人聽到妳這樣的魯法 早就掛電話啦 但專業Cherry 還是細心的處理到最後 不過到底有什麼訣竅呢 因為我們要派車 一定至少要知道 其實你真的不講路段 你要講縣市 因為我們是全省派車 對 所以至少要跟我們說 其實很多地方 我們都是跟著Google的地圖走 所以只要你講得出來 你在哪一間門市 其實都可以定位得到 其實也是可以 其實真的塗了滿多苦水 對 但是還是老話一句啦 就是真的要體諒一下他們 對不對 每天要接上百通電話 只要每一個都是奧客的話 那真的受不了 吃飯休息都沒什麼時間 是的 最後還是要謝謝你們 請你們繼續加油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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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